来看双方的第三局 这局比分牌终于是恢复正常了 给范真一留下了机会 这个艾尔萨耶德是范美的一个冠军 但是把斯诺克也是首次见他进入斯诺克的赛场 好 范真一又是再次上手了 篮球的角度给的还是很好的 篮球打进 然后赤库过来 左下方底弹 右下底也是有的 右下底的话可以把黑球及时的给他归位了 黑球归位很重要 归位以后这个球就解开了一半 归位以后 左边中弹 打的稍微厚了一点 左下方底带的这个可以打 就是黑球左下方 这杆还是需要拼 拼不进就是一杆大漏 哎 没打进 漏球了 看一下范真一能不能一杆收走 球杆子都快磨出火星子来了 一路下方 好,黑球角度流的向上,直接往上登 这杆还是来切黑球 好,赤库起来 右下方底带还有下球 这个球形是越来越简单了 有机会一杆超分的 这个应该是算今年的冠军联赛开赛以来最快的这个进度了 不到一个小时,七点开始不到八点收竿 主要是双方实力差距也是很大 阿尔萨耶德打美式的你过来打斯诺克 隔行如隔山,确实不太好打 不太适应 看一下目前领先57,然后台面还有75 好球 好球 嗯,右下方底带这颗打劲直接就拿下比赛了 嗯,右下方底带这颗打劲直接就拿下比赛了 好,温温拿下这局 而且台面的分数还是够破百的 至于对手愿意上来不愿意上来都无所谓了 已经输掉了 而且要是说出现的话基本没机会啊 范正一击三分,对手击零分 这个分数还够破百的 58 59 59 现在吃中段 56 67 我目前已经单干70多分了 分数够破百 好球 这个长台 关键球 又是成功打进 毫无压力 不会给对手上来的机会了 直接就清台了 这种球清台也不难 83 需要打进粉球 刚好是单干破百 101分 之前是拿了20分 这是三局比赛 赢下两局 三局比赛 两干破百 00 300 比赛 200 П00 100 3 100 90 100